我想香港面对这段时间 有很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 还有疫情的影响等等 真的更需要内地再透过市场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梁志仁在北京接受中心社独家专访 梁志仁很关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据他介绍 目前北京的港资企业超过1.6万家 主要涵盖金融 法律 会计 房地产 物业管理及创新科技等领域 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港资企业的运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例如商业方面商场了 客人就比较少 我们也有些餐饮的服务的 当然也受到影响 像航空公司 他们客量都少了非常多 航班也减少了很多 工厂一些制造业港资的企业 他们很多是做外资的 都是外烧的 在一些像不同的螺丝刀 或者是工具 那些机械方面的 但是出口确实受到蛮大的影响 外国的订单会减少 作为香港与内地沟通的重要桥梁 香港助金办联系和服务范围包括北京 天津河北等10个省自治区和直加市 为了协助港资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香港助金办联系有关商会协会 了解港人港企需求 为他们提供帮助 在辽宁 他们也新的一个口罩 那个外科口罩的生产线 他们也很快 我们帮他找到一些 就是能够获得一些原料 那个烹熔布 那个解决了 他们就是在做生产 如今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北京的港资企业正陆续复工复产 估计目前总体上恢复至原先的约七八成 梁志仁介绍 虽然香港助金办的日常工作 也受到了疫情影响 但并没有停滞 目前换领特区护照工作照常进行 而一些推介工作则需要改变形式来进行 目前有一些像做投资推广的 例如投资推广 我们应该是去找一些商 这边的企业 可能直接面谈的 我们也可能这要改在呢 透过微信 透过视频 有一些活动呢 我们希望能够面对面的 像我们说 像在北京的港人港商 介绍那个外商投资法 我们也想请商务部 或者我们相关的专家出席 这些呢 可能还是要面对面的 那个实体的会议比较合适 所以我们就只好呢 把它压厚到可能疫情 过去下半年再办这个活动 今年呢 我们原来的规划 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大 比较大型的宣传活动 能够再把香港的活力 国际大都市 还有我们那个各种的优点 那向内地的朋友来做推介的 那目前呢 因为现在的疫情还在 还没过去 所以我们还可能是有点调整 要等那个疫情过了以后 我们看怎么去 在这方面再多点功夫 梁志仁表示 受修例风波和疫情影响 香港经济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 内地的庞大市场中 依然有很多机会 香港更应该依靠内地市场 来寻求更多发展机遇 北京他们有一个初创的公司 就做那个机械人的 他们的那个这段时间呢 反而你疫情之下 他们可以发挥的更大的作用 不但是原来是可能做 做一点保安的 安全方面的 他们可以在在医疗机构里面 无杰出的可以送一些药啊 送一些食物啊 来帮助